各位观众 各位听众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新一集的《启爆香港》 我们是节目主持 单仲佳 今天我们很高兴找到一位专业人士 杨浩言律师 他也是中西区的区议员 来跟大家分享他对强拍 这个专题的一个认识 浩言 我认为大家这一年多经常听到强拍的名称 其实强拍是什么来的呢 善先生 各位观众 你好 强拍是一个简称 强拍是一条条例的简称 条例的全名叫土地为重新发展而强制售卖条例 一般人叫强拍 为什么要强拍呢 你重新发展便重新发展 为什么又要拍卖了一间屋 拍卖了一间楼 什么叫强拍呢 强拍就是因为有些人不愿意去卖 所以要做一些法庭的程序 拿个命令去强制它去拍卖 这个源于香港和英联邦国家的法例 很尊重个人的财产权 如果他不愿意的情况之下 你就拿不到他的财产 所以一般是大家经过私人的协议去签合约 去售卖他的财产 比如土地 但是有些特殊情况 就发觉这样会制造一些困难 所以政府就有一条法例叫强制拍卖条例 就算他不愿意的情况之下 都可以利用拍卖去卖出他的资产 那是否即使呢 有个发展商 他想去重新发展某一个楼宇 可能那个楼宇已经很久了 他就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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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了七成或者八成 或者九成 但有十多百的人始终都不肯卖 于是他就向法庭申请一个拍卖令 来拍卖了那些不肯参与重建发展计划的人士 是否这样意思呢 是 因为以前我们叫做发展商去收购 就逐户去收购 有些所谓叫下钉 或者他们叫做棍材钉 有些下钉等人收购 那他们最后就吊起来买 那他发展商 最初可能用市价买了单位 逐个逐个买 但卖到最后几个 他可能就开天杀价 譬如以前 如果没有记错 譬如30万一个单位楼价 他最后可以缩价3000万 那发展商就 出不了这个价钱 但是又修正一个业权的单位 变成了整个就发展不到 影响了整栋楼的发展 所以主要的原因就是 不想有人去利用这个 吊起来买 最后的单位 政府就说 你可以经过强制拍卖的程序 收购如下的单位 令到可以发展商 重新发展楼 或者市区可以重建 好像应该是去年的 那条例在立法会讨论的时候 有几个争议 一就是所谓的楼龄上限的争议 第二就是所谓的比例上的争议 好像楼龄 楼龄是由五十年 还有一个说法 本来是九成有拍卖的 转转到八成 可否解释给我们听听 那个转变 或者是对市业主有什么 重大影响 是的 法例本身是九成的 简单来说 如果你收到九成的业权 其中一成的业权 不肯去卖 或者大家协议不到价钱 变成可以向法院申请 其实是土地审裁处 去申请一个命令 将那栋余下的单位 或者整栋大厦强制去拍卖 这个法例新下了一段时间 但实际 真的利用到这个法例 成功去强化的例子不多 不多 其实剩下一成的单位 你收到九成 其实都不是容易 后期有很多声音 想将它降低到八成 甚至降低到七成 当然很多小业主反对 认为它害怕被所谓的地产霸权 它说要卖就卖 说要这样就这样 所以当时有多大的争论 就是要平衡两方面 第一个土地的发展 发展商的重新发展 第二个小业主的权益 所以那时争论了很久 它的条例争论了很久 都未落实 最终在这个码头维度 淋楼之后 林郑月娥就很快宣布 去这个条例去修改 将它降低到八成 我亦相信很大程度 就是因为码头维度 淋楼那件事 林郑月娥又发现旧楼 应该都要处理 否则可能以后 有第二单第三单的楼 所以很快宣布了法例的更改 将门楼由九成降到八成 但只是局限于三类的楼宇 楼宇的特别情况 譬如其中一类就是 每个单位的业权分数超过10% 换句话来说 那栋楼只有10个单位 或者只有九个八个单位 这些通常是很旧的楼 其实在香港 有些旧区都有 譬如薄福林道 有些大厦 一栋楼只有五个单位 有些六个单位 有些十个单位 是适合那类的 第二类就是楼宇 譬如是超过五十年 第三是有些工业的地方 用地的就比较少用 通常我想是超过五十年 和单位少那些 这个门楼可以降到八成 其中一个譬如解释就是 如果每个单位超过10% 这个类别 就是很明显 如果单位超过10% 如果一个单位超过十多% 业权 譬如一个栋楼只有六个单位 你一个也有十多% 那你以前的九成 即是等于是没有作用 你没有可能拿到九成 一个单位不买就拿不到 即是违反一个条例的原意 所以这类单位就是八成都可以 门栏就降低了 简单而言 主要针对三类楼宇 一就是五十年以上楼宇 二就是每个单位超过10% 业权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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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类是哪类 第三类是地段 在非工业的地带 如果地电上的所有工业大厦的纽龄 都是超过30年或以上 即是在 它本身是住宅 但是在所谓非工业地带 即是哪一类性质 可否解释一下 非工业地带 土地的条例就是这样 有几种分法 其中有一类是工业 还是非工业 工业大厦 大家理解到工厂 工厂大厦 不是这一类的 不是这类工业地带 而且地段上 所有工业大厦的纽龄 都超过30年 即是有些楼宇 就在工业地段里面 超过30年以上 是这样的意思 是的 好的 我可以这样说 问一问你 对小业主来说 条例过了 那对它有什么影响 譬如有些 住在旧楼 或者住在纽龄 已经有四五十年了 其实现在 四五十年的纽龄 香港都很多 因为 例如深水埗 甚至没有 我认为 杨律师 你所属的服务 中西区 都不少 开始有四五十年的纽龄 对小业主 有什么 他们需要知道的事情 其实对小业主的影响 暂时看来 就不是很大 实际的影响 怕被政府强抢民产 那些人很害怕 很担心 我在区内 举办很多强制拍卖条例 和旧楼收购重建 很多人来听 所以我知道他们的感受 他们很害怕 其实不是那么害怕 不是那么恐怖 不像名字 被人强制拍卖 拿了财产去 不是这样的 因为 其实那个发展商 小业主 都不很想 利用强制拍卖的条例 因为它有它的好处 有它的不好处 我觉得就是 通常发展商 作为一个最后的办法 用尽其他办法都做不到 才会用这个办法 因为它的程序很繁琐 亦都有费用 亦都有它的风险 所以不是一般去用的 反过来 你说是否真的坏事 可能又未必是 譬如 例如 大坑的例声楼 它都是强制办法条例 最后去做的 似乎那些业主都挺满意 少业主挺满意 因为有些小业主想重建 是的 想重建 它反而有些已经答应了重卖 但是有些单位不在卖 觉得它阻止它的发展 小业主也想的 而且有些实际 我们接触到 真的有些困难 有些真的收不到100%的业权 譬如 举例 有些业主 根本就永远找不到 有些不在香港 例如我见过有些大厦 那些业主是一些合作社 合作社 已经找不到 负责人都不在 都不在身 又不是社团注册 有些就不理 有些业主可能精神有问题 失常 如果强拍 那对这些单位 拍了之后 怎样 等到 将来有人来批评 钱 它法庭的命令 就可以处理到这些事情 譬如 以前也有些业权有问题 可能真的需要申请去强拍 由法庭的命令去卖 你纯粹业权去看 就会有困难 亦都有些 好像刚才所说 真的吊起来卖 有些是落了钉 永远都不卖 所以有时强拍可能真的 会和人解决一部分的问题 好 如果这样计算 就好像双印都 对业主来说 对部分业主 可能有 是一个受 值得欢迎的地方 亦都有一定的风险的地方 如果有些业主 他可能是想 一些旧楼 他想重建的时候 可能就 这个强拍条例 亦都可能帮到部分 是这样的意思 是 有些业主喜欢 可以的 只不过他的名字 写得恐怖 他名字叫强拍 以为强制拍 别人便害怕 以为自己保障 自主权控制 其实不是 强拍都有很严谨的法律程序 可否由这条例之后 其实香港亦都 这些年龄 楼价高 所以不少地产商 亦都纷纷收购 那些旧楼宇 就重新发展 如果 杨律师 假时间 你是中西区区员 或者有些居民 找到你的时候 你有什么建议 有什么建议 或者有些 一些劝语 叫他们提醒 什么 如果有这个业 有些所谓的发展商 走来拍门 多多多 叫我想收购你的单位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有的 你现在说的是 不是拍门 而是收购重建 是发展收购 但我想商有一定的关系 很有关系 因为他最后 他去到 不肯收别人 怕拍他们 是吗 是有关系 要住的地方 我接触到 见到很多发展商 他经营地产 有一个族家人来收购 有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 譬如他很喜欢用一样 因为楼价是拆开的 譬如楼价是800万 他告诉人家 楼价是300万 另外500万 签开另一个合约 叫搬签费 拆开去做 他原意 其实他有些做法就是 因为那个 曼曼合约在田律厅注册 他不想让别人知道楼价 收购价是多少 不想给另一个单位 即楼价越低越好 是 300万 给300万的合约 那个叫交易征费 不是交易征费 那个叫什么 李寅辉 李寅辉 便宜辉 800万的李寅辉 便宜辉 这是一个原因 他主意不想让别人知道楼价是多少 他怕影响旁边的收购 他想告诉别人 我收购旁边的收购很便宜 你也不要叫到那么高 因为你的楼价在 马民合约那里写了 会在电脑厅登记 全世界都看到 所以他很喜欢把楼价拆开 合约就写300万 另外所谓的搬迁就写500万 但对小业主来说 他应该最后收到800万 有很多情况都是 但其实有很大的风险 这方面要注意 第一 因为风险就是 如果有任何围约爭的时候 那300万可能是有效的 那500万可能是没有效的 你告诉法庭 我搬迁费、装修费 如何值500万 法庭便会看回头 可能这是一个假的协议 有可能推翻 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还有第二个风险就是 你要搞清楚离忍费 哪个人给 因为你其实是个楼价 要把它拆开 那你要搞清楚 那300万和500万 那两个合约都要去打离忍 如果你不去打离忍 就大件事了 他说你和这个发展商 串谋缓骗税务局 就是刑事罪来的 所以要很小心 你要搞清楚 两份都要打离忍 第三 你亦都要和那个发展商 或者那个中间人 讲清楚离忍费哪个给 那个费用不便宜 所以要留意 有很多是这样做 你问一下 正当的做法 我就觉得是有问题的 但是有很多都是这样做 那那些消息主 就遇到别人上门拍门了 这样自己和他谈清楚 好了 我当你刚才所说的 有个收购的人 就干净净了 就一架价 800万 就买一层楼 除了拆开之外 还有什么他需要注意 是否通常来计 这些收购的时候 会是一些所谓 有条件之下的收购呢 我收齐十个 我才买你 用什么价 这样的样子 还是呢 我现在买了你 我就立即百磅水 签名收钱 我再和大家谈 一般来说他们怎么做 或者你在过去 那么多次接触里面的街坊的时候 你感觉如何 或者说一个故事先 好 以前有个大厦 很多年前 可能20年前 在铜锐环一栋很大的大厦 那时候 发展商 逐户逐户的收购 以前收购很久 可能十年二十年都未谈得到 最终谈好了 就很开心了 上律师楼楼签合约 全部都约上去 我记得楼架 我不记得有没有记彩 可能是三十万左右 每个单位 说是二十多年前 那时候 全部上律师楼签合约 签不签下 就有个人 突然说要去厕所 去了厕所 其他人就全部都签了合约 签完完 搞定 走了 发觉原来还有一份未签 就是去了厕所 最终找来找去找不到 隔了很久就找到他了 最后开价不是三十万 而是三千万 最后发展商也要买去 因为为什么呢 其他99%的业权都收了 剩下1%的业权收不到 你都发展不到同楼 你不可以拆 别人有个业权在那 那一个就是棺材钉 那一个人就很聪明 最终他多高价都要跟他买去 才重新发展 现在在同楼市 有一栋很大的商业大厦 就是那一栋 好了 自从这个之后 人们就学精了 那些合约就全部变成有条件的合约 所以现在你就学不到这些招 不可以学它了 不可以淋你去厕所 是的 这个就是 通常 一些律师楼的写法就是 我这个是有条件的合约 我们要收到多少 以前就是收到百分之百的业权才生效 那现在有个强制派卖条例 他说收到九成业权就生效 或者这些楼 收到八成业权才生效 不然就可以取消 但是楼价这么波动 它是如何订定楼价呢 我收的时候 我最近接触有一套很旧的楼 以前很便宜 几十万八几万 最初一两年前 开始收购八千元尺 如果未有收购之前 就是四五千元尺 八千元尺很开心 但是后期收到第二年 如果是一万五千元尺 是一路可能会越收越高 你说得对 楼价会波动 第一个和后面那些 差很远 差很远 但是如果有条件生效的时候 合约就是那个价 是 譬如有十个单位 我第一个 我八千元 我已经收钱了 但是我未收过 因为它有条件合约 是吗 它有几种做法 它有些就是 那份已经是生效的 它有些钱就给了订 或者小订 大订给了你 但是有些就直接给你 有些就直接给你 我认为是在律师楼 对时你要退款 但是如果你不给钱 就会影响合约的有效性 也影响人家担心 他有没有他诚意 所以他通常会给过定 但是有时他就叫律师楼 保管住就不放 但是有时就直接给业主 如果真的不行 就给他 有些他自己 发展商有信心 想着我差不多收到 收不到 也要拿住 那些就直接跟你成交 也有 我想你刚才提到的问题 小业主主要注意些什么 签合约的时候很复杂 有很多款 我觉得最好找律师看一看 譬如以前发生很多事就是 你签了合约之后 你那个合约的条款 对你是不是有影响 不如一签了 就会有一个约束力 但是写到条款 可能对你有约束力 对他就没有约束力 他随时可以取消 但小业主就不行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你的合约签了 他拿去程度厅注册 那又影响了层楼 再买卖不行 试过有一个街坊 他签了一份所谓的合约 或者叫做意向书 他那边的解释就是 他住了一间酒店 影响了层楼 后期收购就不成功 但那份东西又不跟你注销 所以影响层楼去买卖 其实他扔了你 扔了你 所以大家要注意 第一 那条款是怎么写的 第二 能否让他去注册 第三 注册后将来怎么解决 所以如果有人问我 我都给他意见 你那边都有一个限期 但下期不要太长 譬如成交期 或者所谓有条件收购的 那条件不太长 如果加山收购不到 就自动无效 是的 譬如举例 他说 如果我两年之后 都未收购到八成业权 我就取消 那他住在田路厅 那你便被人绑死了两年 那两年就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应该是一个短的 那条件是一个短的限期 好了 浩然 我再问你 如果假设在面对收购 顺利 有些业主又签了约 但是也有一两个业主 或者他又不做 不肯签 不肯签 那业主突然之间 收到所谓的强制命令 如果他真的收到一个 由发展商申请强制命令 要强拍的时候 他有什么权利呢 有办法可以反对他强拍呢 或者在他未正式强拍之前 他有什么可以做的呢 有的 他不会突然间收到强制命令 因为他经过一个很繁琐的程序 由法庭会去监管 例如他要做一个申请书 他要入法院 土地审栅上有法院 入他申请书 申请书 他要做很多功夫 他一定要通知那个事主 我现在打算拍卖你了 是的 有一个申请 通知了他 第二 他要做个报价 股价 要给法庭 法庭也会去把关 他的小业主 是有机会去抗辩 去答辩的 我同意还是不同意 或者我认为股价是过低 还是不合理 他也可以自己提供他的证据 譬如有没有特别的理由 不应该拍卖层口 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理由 是股价太低 他自己再找个判认书报告 由法庭去决定 好的 如果是由法庭去决定的时候 但是他的发展商收到 他向法庭申请强拍 接着通知你 是否每一个步骤 所谓的小业主 他都可以 向法庭解释自己的立场 法庭是否信任他的解释 而批准或者不批准 是的 他的程序是会知会他的 他有机会跟法庭说 他提出他的意见 或者提出他的证据 法庭是会订定一个最低的拍卖价 法庭订定一个最低的拍卖价 法庭订定一个最低的拍卖价 是的 好 接着假时间 真的要去到法庭做了决定 法庭做了决定 香港法院有几级 地方法院 或者去到高院有全中庭 上诉庭 中心法院 一般来说 所谓的 你刚才所说 都是土地審柴署 所谓的法院 就是向土地審柴署申请强拍 是否可以上诉 有 如果判决你认为有问题 可以上诉去上诉庭 直接上诉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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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上诉庭又批准他 就等于像香港其他个案 去到中心法院 是否意思 要看看条例本身 有没有规定是上诉庭 是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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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最终最终 好 简单来说 对小业主来说 他真的去到收到这个强制 法院颁布的强制命令之前 其实他都应该被人拍过很多次门 或者是法院也通知过他 他都有一些生命理由 我问你 假时间就是一个普通常识 一个普通的香港人士 如果收到这些法庭的通知 他需不需要找律师去帮忙看 还是自己都可以处理得到 香港法例就没有说到 某一件事一定要律师去代表 但是如果我觉得这些牵涉的程序 通常有律师会好些 因为始终律师是专业 知道你的法律方面的权益 条例和准则等 另一方面 如果你对自己有信心 以为你懂得这方面的法律 甚至是自己是策略师 自己懂得计算 如果你是不想聘请律师的时候 当然自己可以自辩 但有专业人士的帮助是会好很多 在这个法例深厚到现在 其实法律应该在去年通过 应该是去年 新后的年纪 其实在据你所知 多不多案例 可能很少 但有没有根据的条例生效 而真正第一次拍卖过 有没有做过 我没有统计 但我相信不多 如果新的条例 旧的九成其实也不多 可能是十单以内的数 或者十多单 新的条例我未听过 可能未有也不定 因为我刚才所说 发展商其实也不想行这个程序 大家都不想的 其实现在在区地区 你去到一些所谓 旧地又旧不完的地方 有很多些很出名的 一些专收旧楼的公司 我不顾异其名 我不说他们了 他们可能在区里面 又开了地产公司 来做拍卖 一般来计 如果假生有这些 如果我是舊业主 小业主 那我又 小业主很矛盾 有两种 一种想买 一种不想卖 永远都是 想卖那种 就想他快处出来 收我一层楼 让我可以 拿一笔钱 就去搬去 但有些 我做得好 你给了我一层楼 买了我一层楼的钱 现在的楼价 就是 沙基湾 哪里 西环 隨便 都万多元尺 就算你收我一层楼 我都买不回 你知道 舊楼很多 就可能这些单位 和面積比较好些 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想卖的 即是想卖 即是想卖 想卖了 曾旧楼的业主 有些什么要注意的呢 想卖了 想沽的 想沽的 你意思是强拍那些 还是收购那些 收购那些 收购那些 好的 有 刚才所说 那个小业母的合约 拆开两份 那个离人费的问题 那个要打来人 还有责任谁给 第二 通常可以拿个免租期 成家之后 在这里继续住 三个月六个月 等你收了钱 找地方去搬 这件事可以和他谈 但这个没有一个准则 全部都是大家谈判 尽量争取这件事 好 或者我们在这里 停一停 休息一会 我们回来 继续和杨浩元律师 讲一讲 强拍条例带来的问题 各位观众 各位听众 欢迎大家来到 我们下半部的 《射爆香港》 这个节目 我是节目指持 善重佳 今天我们很高兴 请到杨浩元律师 他也是中西区的区议员 我们今天的专题 讲座 专题的讨论 是说 强拍 上半节 我们已经讲了 强拍条例的背景 和一些 商业主要关心的地方 或者我现在继续 就是 杨浩元律师 之前你都说 你说 在中西区里面 你都曾经举办过 不少一些 所谓 强拍条例的讲座 一般 你讲解完之后 肯定会有个环节 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有些什么问题 你可不可以说一下 一般来说 当你去讲这些 讲座的时候 那些 业主也好 小业主也好 有些什么 他们最关心的 他们最关心 几样东西 第一 价钱问题 通常发展商 收购的时候 给价钱 他就说 这个高还是低 我们都不知道 这个就是一个 複杂的问题 那你的市价 如何计算出来 市价 一个二手楼的买卖单 就容易计算 地产可以股价 银行可以股价 但是如果你是强拍 收购的时候 如何计算的价钱 如果你开得太高 发展商是无利可途 他就做不成了 但是如果开得太低 大家亏底 但是我的经验 见很多 通常都是糾纏比较久的时间 发展商很少 一开开到的价 就是合适的 最初开的价 一定是偏低了 有些很多街坊就问 我怎么知道 应该卖多少钱呢 其实唯一可以做的 我想真的是 找一些专业的人士 比如测量师 去和你股价 但那当然牵涉到费用问题 因为那个价钱 你怎么计算 你不是二手楼 买卖的价格 你要看土地 重新发展 是值多少钱 它的地积比率 是用尽了未 这样的 我想这些不是一般人 我计算的 如果真的有心去拍卖 或者是集体出售 或者是被人集体收购 我觉得值得大家 去团结一齐 有需要的话 大家亦都可以 找自己 聘用专业的测量师 去和他股价 知道自己的价钱 如何和他谈判 其实这条条例 所谓的首益人 有哪个人可以用 其实一般 普通的发展商就行 是不是不需要 以往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听过的事件局 事件局 也有强制的权力 但这条条例 其实不是 给事件局 主要给一些 普通的发展商 是普通的发展商 事件局 有自己的条例 给他的权力 去做另外一样的事件 即是说 如果你是事件局 去修理层楼 和普通的发展商 修理层楼 可能他们的权力 不一样 这个所谓的强白条例 就属于 私人发展商的意思 对 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利用的 所谓的拍卖 是公开拍卖的 任何人都可以拍卖的 这个拍卖 其实也是挺特别的地方 因为我不想卖 但是 就好像法庭经过 颁布的命令之后 就是被逼要拍卖 如果我不遵守 譬如说真的法庭 颁布了 要拍卖 也真的根据 那个程序 拍卖了 好了 我也赶死不走 有什么效果 法庭会有方法去执行 或者所谓的 禁制令 强制令 他有他的办法去执行 或者甚至法庭 你不签楼契 法庭可以跟你代替 你签了楼契给别人 都可以 他要执行上来 是有办法的 有办法的 包括命令你搬你的东西走 是吗 有可能包括这些东西 有可能包括这些东西 找一些警察去搬人 或者那些辽仔屋去搬人 师傅好像根据这条强白条例 就不是很多见过这些 拍卖了又不肯搬的事件 暂时是否香港未多 我未见过 你刚才说那些情况 不是强白那些情况 那些可能是 霸、官地、签建、辽仔屋 那些 那些就比较多了 强白这些就一般来说 没见过 但是强白这条条例 就生效到现在 其实都是年龄的时间 不是很多 有没有一些声音 你听到 就说这条条例里面生效到 有什么救病的地方 需要再进一步修订 暂时听不到 因为实际以前 就算旧那个 未降低门栏之前 那个旧的条例 他那个 国案都不多 我今天没有统计数字 可能十几二十宗的案件 都不多 因为他始终都是强制拍卖 始终都是拿出去公开拍卖 都是有个市价 那个市价 也不是太差 当然不是每一个小涼子都满意 也不是太差的价 所以就没有你刚才说的 那么激烈的反应 那些反抗的行动 还有很多那些是 其实很多那些是 很多那些是 很多那些是 所以我看到 那些真的反抗 那个声音不是那么大 有些东西我都不太明白 譬如我有一位 有个发展商 他可遇了一座旧 一座旧旧 买了大概七八个单位 只剩一两个单位 不肯买 于是就强拍 好了 那强拍 那什么叫强拍呢 就是 法庭命令他将那一座旧 拍卖 那他公开拍卖 那如果公开拍卖 那有什么人会去拍卖呢 因为其他那八九个单位 可能被发展商收购了 那会有什么人有机会去拍卖 通常都是发展商 别的发展商 不是 个个都可以公开 个个都可以竞投 通常都是本身的发展商自己买 因为他公开拍卖 他不是单位公开拍卖 而是整栋楼内公开拍卖 整栋楼内公开拍卖 整栋楼内公开拍卖 即是连原有的单位都公开拍卖 是的 整栋楼去计 整个地段去计 通常那个发展商 已经做了那么多功夫 做了那么多功夫 他也可能丢了那么多资本 他通常最肯出价 理论上是第二个都可以走来拍卖 但是很多时候 我看到很多时候 自己发展商 原有的发展商拍卖 但是理论上就是 譬如说有个单位 有个发展商 小小的了 他买了七个单位 八个单位 接着就有两个单位未卖 于是他就申请强拍 一强拍的时候 有个上市级大的地产商 他走进来 他可以买了那个未卖的单位 加上其他七个单位 一次过 整个发展群 买了 是否这样的意思 是否连原有的 所谓强拍 是否连原有的 发展商已经收购了的 物业 都要拍卖 是这样的意思 是 整个去的 我就想问一下 这个究竟 权益归于哪个 譬如说 小业主 最初 已经卖了给发展商 第一个发展商的 譬如说 我卖给你的时候 就是三百万 但是 发展强白那个 就卖了八九个单位 七百个单位 到了强白的时候 那个超级发展商 就看到 这座楼 连接隔壁的座楼 一起发展 可能更加有能力 有发展的潜力 于是他买了这座 但是 原有的单位 分起上来 就变了五百万 那拍多那二百万 权益是归于小业主 还是归于第一发展商 他是这样的 他是整个地段 整栋楼 权益全部一次拍卖 你卖到的价钱 一定是给小业主 他的财产 或者是发展商 如果已经去到他那里的话 如果还在小业主 手上 就给他们 你说怎么分 就是按比例分 大家协议不协议 协议不到 又经过法庭去理订 协议不到 又经过法庭去理订 这里我也有些问题 看看能不能够说到 如果是有一种 叫做有条件的收购 有条件的收购 就是一般你刚才所说的 有条件的收购 就是说 如果我买到多少 七成或八成 先借生后 一般来说 现在发展商用的方式是怎样的呢 他们是说 所谓生效是去到 包括强柏 还是能够启动到强柏 他已经生效呢 他很多时候去到九成八成 即是可以启动到强柏 那个要求的时候 他就生效 已经生效 生效的意思就是 就是 对了 发展商就不能再移态 不可以说我取消了 我不跟你成交 那意思是 其实一般来说 去到强柏那一刻 那个发展商可能已经要 可能七成多 八成多 应该是八成多 八成多 八成多的 业权已经收购了 可能是的 那即使如果超级的发展商 是可以买这个的时候 可能 多余了那个的权益 或者那部分 可能都是归 是的 因为已经在他手上 已经在他手上 所以反过来 刚才说 解释到 通常都是原油的发展商 自己拍卖 第二个不是很容易出价 你们出得高 都没用 如果脱离的市价 又是益了那个宇宙的发展商 所以他出得低 当然是不行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原油的发展 所以是否应该这么说 就是 非常之有可能就是 所谓强柏 就是法庭 刚才也有说到 就是颁保最低的拍卖价 是 是否即使其实很多时候 就是那个 最低的拍卖价 就已经是那个拍卖价 这个我没有统计 没有统计 但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因为其他买家可能不肯来 有可能 不过如果你的价格真的太低的时候 第二个发展商不能抵抗 他就会出得高些价格 他可能想拿掉 其实这个条例来说 就是对于一些 可否这样说 对于一些 如果是假装三四十年的楼 零的楼 或者又不是住在一些 多层大厦 不是说十几个单位 少数单位那类的 其实他们 要严格来说 他们应该不受影响 应该是吗 如果三十年那些 就没有什么影响 那些 因为三十多年 那些 连九十的门南都未到 对他们没有影响 如果现在 主要是四十五十年以上 那些 现在是不是四十年代 九成 五十年才是八成 是吗 但是很快 很快 可能收购 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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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十几年 现在香港很多大型屋邨 都四十年了 有些 出名的屋邨 可能是美库 那些很难收购 那些很难收购 那些就容易收购 那些就容易收购 但如果大型屋邨 有这么多业权就很难收购 那些 不会收购 难些 一般来说 小业主 或者林刚刚说 在娜利亚、浩然 你都在区议会 有服务 在强制条例 里面的时候 我不知道有没有 在你服务的 市民大众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小业主 会去到区议员求助 我不想他 被拍卖 你区议会可不可以帮我们 区议会可不可以有角色 应该就没有角色 他曾经在区议会 都有讨论过 因为他上来 咨询的条例 有上来咨询 有讨论过 但他的求助 就未接过这些个案 但我觉得他没有角色去协助 因为他牵涉过法律程序 如果有的话 都是去法院 你要申诉 应该跟法官说 所以区议会 我觉得做不到什么角色 在中西区 暂时未有这样的个案 去区议会求助 向各别的区议员查询很多 但求助就没有收到 查询很多 你作为区议员 有没有收过这类的投诉 就是查询 查询很多 因为现在我在中西区 有个地铁西区线的效应 是多了很多旧楼收购重建 是自从拍板之后 多了很多很多 因为那些人看到将来地铁到 交通方便了 原有旧楼就有发展潜失了 所以就不断收购 是的 他那些很多旧地段的地积比率 是未用尽的 再加上地铁到了 解决了交通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就是很多的旧楼 还有一个就是 西区那些楼 就是我服务开的那里 有些年期很长 98、99年期 现在很多新楼就不同 只有99年期 甚至45年期都有 所以就啟动了很多这些程序 现在很多人在谈计收购 有很多收购差不多是成功的 通常他们走来区议员 问区议员查询的时候 那个查询是包括些什么类型的问题 我想他查询的问题 多数是法律问题多些 例如呢 例如那个合约 怎样签 有没有效果 写到古灵精怪 有没有不好的东西 有没有不够的保障 这些的查询反而多些 要怎样处理 怎样跟他交涉 很多这些查询 那这些可能要提供协助 可能很多专业人士 好像你那样 普通一个区员 可能如果他不熟悉 所谓的强迫条例的时候 作为一个区员来说 他都不一定提供到 很多的协助 可能因为我是导师身份 所以特别多人来问 亦都很多大厦要求去 很多时候就索性 就跟大厦安排 一个讲座 一个居民会 整座大厦来到 整座大厦来到 就解释给他听 是的 有些还会问到 我们应该怎样的策略 和发展商去廣价 去周旋 讨价还价 是的 这方面多些 这方面多些 现在中西区 有些大厦 我不算很熟 我只记得有些 很大的大厦 比如军益 几十座 不是 几百个单位 很多 但军益都未到五十年 是否 如果价新的大厦 是否应该强爆的机会 很小 我不记得 军益多久 但也挺旧 比如西环大楼 那些 那些是比较旧的 那些是收购 那些是七七八八的 据我所了解 西环大楼 另外还有几个 都讨论了 差不多成功 成功的事情 因为他没有真的拿去强爆 也没有啟用的机制 他真的买了一百个百分比 收购很多 可能到八成九成 也当成功 因为他始终收到余下 那些收不到 也会拿去强爆 你收得超过八成九成 也当成功 很多这些 亦都很多是在谈 这些通通我的理解 就是在地铁 西区线拍板之后就开始了 对一些小业主来说 可能是好消息也未定 因为以前来说 可能他的旧楼 不太值钱 现在有人来收购的时候 就比原有未收购的价格 应该是好一些 一般来说很开心 我看到他们都签约的时候很开心 他的收购价 和他买入价 可能是差了几倍 那他们可能有一个 可以买了一层楼之后 可能去买个新楼 再去找地方居住 你去给港座 通常这些小业主 或者整个法团 或者整个大厦来找你的时候 通常来解计 就是那个法团 他们在 现在一般来说 说小业主 法团在整个强爆里面 有没有什么角色 没有一个很正式 或者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法团的权力 只是去管理大厦 和公共地方 就不是牵涉到业权的问题 但是那些旧工契里面 有没有一些工契 定名 是 我不熟悉这部分 是那些公共地方 是属于法团的 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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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反为旧的公契 通常那些公共地方 外场天堂 很多时候是被大业主 不是法团 法团 纯粹是一个管理的角色 公共地方管理的角色 如果是旧楼里面 属于大业主的时候 比如外场等等 属于大业主的时候 在收购的过程里面 大业主也可能会被收购 是吗 是这样的意思 会是的 其实那个 以前我见过很多工契 虽然外场是他 但其实业权分数很少 可能1% 或者怎么说 有些叫做稳笨 就是操作的说法 大业主要是稳笨 外场的收益就是他的 责任有些是不负的 写到明的工契 外场可以卖告白很大的收益 但是业权分数认得很小 认得很小的时候 维收费的责任就小了 所以我说稳笨是这样的意思 现在我发觉到 有些大业主 直接有些想放弃 外场的权益 再给你 送给你 不想负担 维收费 因为日久失收 初来就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久了 比如到几十年之后 常常有维收流水 有些人直接想 你肯要他再给你 大业主将外场 或者公共的地方 送给所有的旧业主 但是新的那些 因为这个牵涉 通常要去有机会触发 有机会触发 有机会触发 都是一些旧的楼宇 新的那些 就不会是需要触发到的 那么 那些工契一般来说 就是 我先说旧工契 旧的工契一般 有什么特色 通常都是 公共的地方 都是比较少 以及公共的地方 都是属于大业主 是否这个意思 大业主在强白的时候 是否都比较容易 跟这个发展商商谈点 真正公共的地方 属于大业主的不多 公共就是公共 比如大堂、走廊 那些公共 他唯一很多时候是 公共的意思 即使这么多的业主 共同拥有 是的 所以真正是他的 就不多 即是大堂、走廊、升降 樓梯、樓梯等 或者是前后花圆 出面的空间 反而他们喜欢保留的 就是外牆 有时天台 那些 最近好像有些流行的术语 叫集体谈判 就是收购的时候 集体谈判 楊河律言律师 你有没有听过这些事情 大体可否解释 什么叫集体谈判 我想主要和集体谈判 和发展商收购的分别就是 收购的就是发展商做主动的 走来跟你谈 逐户谈 或者跟你一大群人谈 集体谈判 就是你自己集合了 共识 一起和发展商商谈 就反过来由小业主去做主导 即是小业主呢 我这里有十个单位 我们有八个、九个谈好了 我们走来和你的业主谈 和你的发展商谈 你的发展商 我们想着多少钱尺 你就买吧 一到这个价 我们八个一起签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 是的 这些 这些 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收过这一类的投诉 通常那些发展商 你集合成 集合了就有力量 我可能会更多 那会不会有些发展商 是不喜欢这一种 是喜欢逐个击破的 在你的接触里面 或者作为区员 也好 律师也好 通常那些 现在或者年龄的发展 有了这条条例之外 是趋生了集体谈判 还是所谓的 集体谈判 是少了 还是 集体谈判 或者叫做集体出售 集体出售 或者集体招标 有些招标 其实不多 也不多 很少 因为我自己感觉的原因就是 不容易成功 很难成功 因为你对其他业主 其实是很难约束到的 我今天跟你谈 一群十个二十个 谈到 到谈到七七八八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是退态的 你跟他谈了八千元 好 你们签 我不签 遲些我等到他16000元才签 会这样的 你又不能约束他 是没有一个约束力 只不过大家约束一起谈 讲義气 很多时候想起的人 不是讲義气 所以不是容易成功 每个人都想 我的经验是收购 最初八千元 收到最后三万元尺 最后的十个百分比 每个人都想做最后的十个百分比 亦有些人的心态 你去做最初的十个百分比 因为如果你最初的十个百分比 一份都签不到 可能发展便放弃了 所以变成了不容易成功的集体 你一陣一致 是 讨论的时候 可能大家很热诚 我看到我开业主大会 你说发展有什么角色 其实实际没有什么角色 但是唯一的角色可以做 就是联络 开大会 给你一个交流的意见 但是这是没有约束力 这是说的是全部自己的财产 私人财产 他有私人的财产权 只不过是给一个场合 大家去交流意见 去取共识 但是这个通常都没有约束力 浩然 你在工作服务的过程里面 作为区员的私人 你有没有被邀请过去出席这些 法团举办的交流会 我认为你做过很多 这类的交流会有没有做过 有 通常这些业主要关心什么问题 分享一下 第一个价钱问题 如何定价钱 第二个策略 如何跟他们谈判 我又在第二段见到的 听回来的 如何跟他们谈判 那会否有些发展商 找两次针进来听 你怎么说 都会有的 我怀疑有的 有很多时候 其实是 有些是发展商主导的 或者是中间人 我发觉有些人 不像是住的人 可能发展商已经买了个单位 可能有些早已买了单位 他们又派过代表来 慢慢推动 鼓励你们 我们一起合作 一起去买一层楼 大家快去买了 是吗 所以没有什么秘密 你预计它 是有人在听到的 发展商有人在听 其实对营业主来说 这条条例 今天我们讲的最主要 就是讲强拍 我们也讲过 这条条例 对营业主要考虑 但实际上 刚才杨浩元 你也提到 其实营业主要对营业主的影响 一般来说不多 假设营业主的影响 如果假设营业主是 一些不算很旧的旧楼 但也值得很多地方去注意 是吗 是 为什么它不多 就是因为如果你的强拍 对发展商也有个风险 它不知道它的司法程度 会搞多久 不知道会否被第二个 去拍卖浪高了个价 你的时间也是一个成本 它要利息 它的资金要利息 对它来说也有个风险 所以发展商也不愿意去做这件事 好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很多谢 很开心 杨汶元律师 亦都是中西区员 跟我们分享 关于他对强拍条例的一些认识 亦希望各位营业主 如果将来面对所谓 业主发展商收购的时候 一些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们多谢杨汶元律师 多谢各位观众 多谢各位观众 感谢观众